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北海盜米婿Jerry 那今天這一集的企劃很特別啊 就是我常在這些雜謊遇到一些年輕人 比如說大學生 然後他們就會很熱情的跑過來說 我要跟你拍照 我媽媽好喜歡你 我拍照給我媽看一下 那時候我就會頭上三條線 原來是她媽喜歡我 我就問她們為什麼 你爸媽都會看我的頻道 那其實她們是很想了解 她們在北海道的留學生生活呢 那進而想從我的頻道 了解她們的這個生活環境啊 所以我就做這個新企劃 就是說要採訪一些北海道的留學生的這個生活環境 或者是在日本求職的過程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高興的邀請到 兩位北海道的碩士畢業生 大家好 我是阿歐伊 我現在在北海道讀書 是讀碩士二年級 今天要畢業 我叫五一六 然後也是在北海道念書 然後今年碩士二年級 然後也是今年三月會畢業 然後念的是保健科學 OK 他們兩位都是碩士 然後今年都要畢業 然後準備要去東京上班了 對 那我今天就是會問一下他們這個日本求職的過程 然後怎麼申請日本的碩士 第一題啊 那為什麼會選擇到北海道念碩士 我為什麼會來北海道 是因為我在來留學之前 已經有來旅遊過三次 然後對北海道的印象非常的好 食物很好吃 風景也很漂亮 就覺得是一個很適合生活的地方 就這樣子來了 OK 就喜歡北海道就來了 是 好特別的理由 我差不多也是因為學校很漂亮 我們大學有跟我現在的學校有做交換的協議 這樣子 所以我之前就是有來交換過 然後覺得這邊環境很好 然後後來說是也是在同一個大學 同一個實驗室這樣子 OK 這個一樓念的是 號稱日本最美的大學 那是哪一間大學 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大學真的很漂亮 大家如果來北海道玩 早晚玩 可以去參觀他的大學 那妳是哪一間 我是小樽商科大學 我們學校很有名的就是那個 美女特別多 有名的電影情書 是在我們學校拍的 OK 真的喔 對 就是那個 在那邊拍的 喔 在那邊拍的 沒錯 那我再把他們大學的那個 資訊放在資訊欄那邊 去那邊 喊一下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大家很好奇說是 怎麼樣才能申請到日本的碩士 申請的這個流程啊 然後入學前要怎麼準備 就是我之前有來交換過 然後那時候交換的時候 就是教授對我的印象還不錯 因為台灣的畢業是六月 然後他們這邊的入學是四月 所以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空白期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先進來當研究生 研究生就是 你不用付那麼多的學費 然後可以先進來就做一些實驗 或是跟著老師學習這樣子 然後是從入學前的 前一年的十月開始 先當半年的研究生 然後隔年的四月才入學這樣子 就是你有先過來跟這個 教授打好關係 對 喔 OK OK 那入學前有要準備什麼 去怎麼申請 我們那時候是就是寫研究企劃書 然後有提英文成績 然後正式申請的時候 還有要日文成績 跟就是畢業證書啊成績那些的 就是不用考試只要書審就可以了 嗯 那你這邊是你怎麼申請到這個 小尊商科大學的碩士班 一開始是 像他剛才說的先當研究生 那在當研究生之前 是需要寫一份研究計畫書 然後去找到願意收你的指導教授 不是說你想要進這個系就可以 是你必須先找到這個系裡面的教授 他願意收你 然後他確定你是他的弟子了之後 進去當研究生 研究生有分半年或是一年 就是看老師覺得你學習的程度怎麼樣 然後我是當了半年之後 就是去參加入學考試 然後是比試專業科目比試 但我不用考日文 不過我的那個考試項目是用日文去考的 然後就入學這樣子 所以你們都有提早來到你們的大學 當這個研究生 對 那怎麼找到這些教授呢 怎麼找的啊 我自己是 就是上網一個一個找 我寫了那份研究計畫書 然後我去找關鍵字 假設我今天研究的是觀光跟社群媒體 那我就找這個關鍵字 然後再打上學校 就會有幾個老師的名字出來 然後我是這樣一個一個去記信 然後有回我的老師 我就繼續跟他聯絡這樣 OK 對 你要先主動找到教授 你要去讓他喜歡你 對 然後他願意收你之後 你再去參加入學考試 沒錯 然後兩個都要通過 才能拿到碩士班的 入場券 入場券 對 好複雜喔 我在台灣沒有練過碩士 我也不知道台灣的碩士怎樣 而且也不是說 當了研究生就一定有辦法入學 像 我們有一個 本來應該要跟我同年入學的人 他就是好像 什麼英文還是日文沒過吧 可是他那時候已經是研究生了 所以他就當了好像兩年多吧 才正式入學 就是不一定是你當了研究生 跟老師打好關係之後 你就有辦法入學 就後來還是要努力這樣子 然後就是該考的是什麼東西 還是要考過 OK OK 還是各評分是 對 求學資助滿這個 滿堅毅的 OK 那最後這一題 我覺得大家非常的有興趣喔 一年的學費多少日幣呢 我們學校大概就是 一個學期25萬 日幣 對 所以加起來一年是50萬 50萬的學費 學費 對對對 那換算成台幣差不多 12萬左右 對 可以念一年 其實跟台灣念國立大學 差不多耶 好像是 喔沒有 台灣的私立大學 那一樣嗎 對 差不多 OK OK 所以在日本 念碩士班嘛 是學費還滿便宜的 對 那就是 國立 國立 私立可能就 看學校 看學校 那 生活費呢 以你的例子 就在雜謊會 大約的生活費 不含房租的話 會一個月要多少日幣啊 因為爸媽最注意這一點 每個月要 給多少生活費 不含房租的話 大概5到7萬左右 OK 一個月 那房租多少錢啊 4到5萬 4到5萬 嗯 就夏天跟冬天 因為就是有差暖氣費什麼之類 所以不太一樣這樣子 所以差不多要準備 剩餐費 10到15萬日幣 含房租 嗯 我自己也是差不多 5萬到8萬嘛 然後房租是 3萬多塊這樣子 OK OK 像鏡頭前的爸媽想 送小孩來這邊念書 開始按計算機了 我要準備多少錢 算一算 其實比歐美比起來 我覺得便宜很多了 便宜很多 那你們都求職到了嘛 那這就是念完書了 學成也不準備歸果 準備留在日本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求職要畢業前多久前準備啊 就整個求職的流程跟時間 呃我們是 2022的3月畢業嘛 然後我自己是 從2020的6月開始 就有看一些 譬如說 合同說明會 或是就是準備網車那些的 所以就其實蠻 早以前就要準備 一年 對差不多 就是我現在是修二泡畢業嘛 我那時候其實修一 碩士一年級的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準備了 你們又要準備畢業的論文 又要準備求職 那不是很累嗎 對 我們居然很辛苦 OK 所以畢業的最後年 非常的辛苦喔 那一年一定要熬過去 對 真的 那有一些求職的管道嗎 嗯 我是走 日本的正規的管道 就是 譬如說去聽他們的說明會 然後之後 投履歷 然後參加網測 然後之後就是 兩三回面試之後 然後內定這樣子 其實整個過程蠻長的 長的話可能 就是一間公司 可能會到兩三個月左右 那妳在東京 所以妳都要飛過去東京 沒有 就是因為 Corona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都在線上 通常只會就是 最後一關的面試 那個老闆或什麼幹嘛 可能想要看妳本人應對 我自己面的公司 是有出機票前 怎麼讓我飛到東京 去做最後一關的面試 但在那之前 通常都是線上 但是如果Corona之前 是要飛到現場 還是都是線上 對 要飛到現場 連說明會都要去現場 所以是兩三次 如果他們在雜謊 對 所以要兩三次飛到 東京去 對 而且不同的公司的話 如果你面很多公司 你就要飛很多趟 飛很多趟 對 你可以飛沖繩 飛福岡 對 要花很多錢 對 OK 那妳的求職管道呢 我是在那個 在日台灣人的臉書社團裡面 找到我的工作 OK 因為前面也就是 剛剛五一六講到的那種 正規的日本求職管道 我也有試過 但是我自己不是那麼的順利 所以就換了一個方式 然後我現在是 在臉書社團裡面 拿到我的工作 對 所以臉書社團裡面 也可以找到工作 提供一個不錯的求職管道 對 其實我也常常那個社團 我看到有人在找工作 對 蠻多還蠻多的 那分享一下這個求職的 簡短的流程好了 就是你要先去聽公司的說明會 說明會 然後要寫一個 有點像履歷書的東西 但是他會給你的題目比較不一樣 就是譬如說 他會問你說 你在學生時段 你經歷過什麼事情 或者是 你從出生到現在 面對過什麼樣的挫折 然後就是要寫出那個episode 這樣子 提交出去之後 會有一個網路測驗 就譬如說要測日文 測數學 跟測性格 之類的 過那個測驗之後 才會進到面試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概兩三次面試之後 就會拿到內定這樣子 那面試的時候就是 我看日劇嘛 都排排站 大家都穿著一模一樣 然後就是 是這樣子的流程 對 線上的話一樣也是穿西裝 都是那個樣子 有集團有個人 那如果有集團面試的地方的話 可能就是前一兩次會是集團 後面就還是會走到個人面試這樣 那你在集團面試 在跟這些日本一起做求職的時候 會緊張嗎 還是說日文方面的話 可能不急這些日本人跑嗎 會 會 當然會 因為就是 就集團面試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當場會 丟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可能就是有四五個人 同一組 然後就解決一個題目 譬如說 現在這間店你要怎麼 就是在colona之下 要怎麼提升它的銷售額之類的 然後就是可能會有人主持 有人寫筆記 有人記時間 然後有人統整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要各司其職 然後在一定的時間內 譬如說15到20分鐘左右 會要想出一個解決方法 然後之後可能五分鐘發表這樣子 然後他在選考的過程中 會看你 譬如說你有沒有發揮你的職責 看有沒有會有統整能力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點在看你的team walk的感覺 就是日本人注重team walk 對 好複雜好困難喔 我在台灣面試那時候 我剛畢業 通常都一關 OK 那我們接下來這一題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有興趣 那兩位都在東京求職島 產業不一樣 那我請他們講一下 就是每個人的產業的 碩士畢業生的這個 薪資range就好了 我是做食品業的 然後我們就是 新鮮人的薪水大概是 20萬日幣到24萬日幣之間 在東京 在東京 算是剛開始會比較辛苦 是 在東京的話 確實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就一樓 我是做IT相關的產業 然後新鮮人的話 大概是一個月25到30 25到30 IT IT在日本是薪資算偏高的 對 全世界都IT比較高一點 OK 但是他念的不是IT產業 我覺得這個 這個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 日本他們其實 不太看你的專業學什麼 除非你要去 就是進去什麼製藥公司 或食品公司 做研究 開發什麼幹嘛的 比較會看你的專業 但其他的 就是譬如說像我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有經歷社團 然後有經歷過 就譬如說在外面參加活動 然後有當leader 然後有做出一定的成績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譬如說你學生時代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就會講說我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我得了一個什麼樣的名次 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 你遇到什麼困難 你的角色是什麼 然後你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最後就是得到這樣子的成果之後 你學到了什麼 就他們比較是看這個 就是看潛力 對 他不會看科系 對 然後就看你這個人的個人特質跟潛力 對 那這一點我覺得跟台灣的差很多 台灣都是看科系為主 就是本科系為主 OK這個是算文化差異啊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身為一個畢業的學姐 給一些未來要來日本求職或念書的人 一點點小小建議心靈雞湯好了 你先 你先吧 因為我是走正規的求職這樣子 其實我在面其中一間公司的時候 他有明顯說他有娶外國人 但是他也在面試的時候就跟我說 他們也沒有硬要娶外國人 就是日本人跟外國人 你們的水準就是差不多 或是甚至日本比較高 他不會因為你是外國人 所以就錄取你 但是 我覺得不用因為這樣子的微信 像我自己 有走到最終面試的總共有五家 然後我當初投的是投了三十家 三十家 這樣 對吧 然後那時候光投履歷的時候 就被刷掉一半 然後再過網測什麼幹嘛 就是面試就是只進到五家這樣子 所以多投多試 然後如果在就是蘇省這一關 就被刷掉的話不用太灰心 因為其實是蠻正常的 就是一般的日本人 就是最誇張的 有投到什麼五十一百家都有的 就是投履歷他投了三十家 但是中了幾家而已 但是這是很普遍的狀況 對 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否定自己 對 持續的保持初衷堅持下去就好 但其實那時候真的會就是 因為也同時在搞研究 然後同時在找工作這樣子 對 就是心理上會一定會有很大的衝擊 對 尤其是就是一直被拒絕一直被拒絕 就會覺得我是不是這個社會不需要我 什麼之類的 就會自我懷疑 但是到最後就是如果認真的話 就是你只要一直練習一直練習 一直累積經驗 到最後就是到你的本命企業的時候 就會變好 OK 要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要多練習這樣子 對 辛苦之後的果實是最甜的 對 那就換這個阿威 我覺得也是 就是像剛剛五一六她提到的就是 可能會一直被拒絕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是 還滿容易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因為我們永遠沒有辦法講的 跟日本人一樣流離 是有辦法只不過多多少少 外國人還是會有一點點口音 文法上面用的不是那麼通順 那如果你因為這樣子被拒絕的時候 真的不用去否定自己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外國人 就是你先給自己一個心理建設 絕對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可是不要氣餒 因為你看我們大家都找到工作 就是你總是會找到一個需要你的地方 然後不要忘記你當初為什麼那麼想來日本 因為有時候你在這邊生活久了 你會忘記我當初為什麼要來 就忘記自己當初這麼辛苦過來 是為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一直 實實的去想那個 你就會比較有動力去繼續下去 對 講得非常好對不對 然後依照業界會有不同的開始點 就譬如說 我修碩一年級的十月 差不多就開始有所謂早期選考這個東西 所以我大概十月的時候 到最後這間現在這間公司的內定 是隔年的四月 所以整個過程差不多就是持續半年左右 一般的公司 譬如說因為他們還有什麼 就是投履歷網側到面試什麼幹嘛之類的 他會讓你等很久 就是一個持久站 然後堅持下去就會贏了 真的要持久站一年 我要補充一點就是 像我們一樣我們都是碩士 所以我們是要寫論文的時候 同時找工作 然後我覺得那個保持身心靈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多出去跑趴唱KTD 也不是就是我覺得需要告訴你的家 需要平常跟你的朋友家人保持聯絡 因為那時候是你承受非常大的壓力的時候 然後需要適時的去抒發你的情緒 因為畢竟我們是外國人我們在這裡 就可能又比一般日本人已經夠辛苦了 我相信大家看日劇都知道找工作就是很辛苦 然後我們有時候外國人又有語言文化上面的一些差異 所以我覺得需要保持身心的健康 就是這個選擇不行了 那你就做下一個選擇就可以了 其實就職這個過程就是我們都是第一次去 然後日本人其實他們也是第一次去 但是我們的日文一定贏不了他們 我們自己寫出來的日文其實也會怪怪的 一定比不上本地人 所以我覺得在救活這段時間之前 廣結善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救活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就是學校的組織 會有一個就是那個 mentor 來幫助我 除了這個之外就是譬如說我也會問就之前畢業的學長姐 就他們是怎麼救活什麼幹嘛之類的 所以在這之前就是可以去多交一點朋友 就是學長姐啦或者是心靈導師這樣子 張老師專線姐 還有善用學校的資源 因為學校都會有那個職業中心嘛 就是career center 就那邊的老師會陪你面試諮詢 或者是像我是外國人 我可以請一個tutor 就是請一個日本人來幫我看我的文化或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們有留在日本上學的話 就滿推薦善用學校的資源 真的是滿辛苦的 真的很痛苦耶 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那今天這個影片差不多這樣子 那鏡頭前的爸媽沒有看到這個 你的子女在這邊求職啊或者是念書啊 有一些快樂 然後有一些辛苦 那他們也都堅持下來 然後兩位都在東京找到工作了 耶 祝你們在東京的職場生涯順利 那今天謝謝兩位參加我的這個新的期望 那未來啊 也會去採訪更多的這個留學生 那也會去實地去拍那些校園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那謝謝兩位 謝謝 那今天影片在這邊喔 再見 拜拜 他不要跟我要他們兩個的IG喔 我不會提供的 我自己會留起來 嗨 那時候是台灣的也是很大熟的前十大公司 第一次去就錄取了 哇好厲害 而且都不是我厲害 是那個時候我的公司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都是一兩關啊 好辛苦啊 我上去聽我說頭一百家了 嗯 我上去那個後來就都沒錄取 然後那個人就自殺了 那我上去演了 我上去演了一百家 一家都沒中